馬上來關心一下兄弟相對這場比賽的先發投手曾崧瑋 今天也真的是投得相當的精彩了 投了7局總共用了79個球 也是憑著他在本季最多的用球數 被打了6次的安打 投出了5次的三陣丟到2分都是在1局下半丟到的 但是在今天的表現 這豪壞球的比例相當的優異 在7局的投完之後 8局的下半的上來已經接受了隊友 還有球迷們的歡呼 今天投球內容真的是沒話講 雖然第一局掉了2分 接下來都把4分的位置止住了 總算在第8局上半獲得了隊友的回應了 最主要恰恰的這2分難打的確打得夠關鍵 這時候要換上第2任的投手 背號95號的李居冠 目前戰績是0勝2敗 有8次的中繼成功 今年呢在中繼的部分呢 表現得也蠻傑出的 雖然在防禦率啊 還有HIP值呢是稍微偏高 不過也是由於在季初的時候 狀況比較不穩定 其實進入到5月份 還有6月份的投球呢 李居冠感覺已經慢慢找到自己的定位了 嗯 包括在昨天的比賽也有初賽 過去的11場比賽呢 都沒有擇10分的出現 也只丟掉2分而已 防禦率呢也慢慢的下降 1分的領先 1分的領先 當然8局下半的所謂的CETA MAN 李居冠上來 歡帶打喔 小飛機成關刃 這個時候是要接替 余德龍上來做帶打 目前的打擊率啊也是相當的好 3x73的打擊率 所以在比賽這麼關鍵的時候 讓兩位季前喔 滿有話題性的兩位球員來做對決 第一個球就出手 今天呢 算是大家要來算清啊 這比交易到底是 哪一邊比較划算 不過這一次呢 是LAMIGO站上風了 這邊是希望把球 第500安 第700安 700安的球要趕快把它收回來 陳觀仁呢 在這場比賽之前呢 已經是699安了 那這就是第700安的球 所以余德龍跟林志盛 馬上跟外野招手 要把球啊送回來 上來就抓住一個偏高的一個 訴求來做揮擊 所以攻擊的手感還是維持得相當好 所以剛剛這個對決啊 也就是滿具有話題性的 沒錯 比賽喔 比賽喔 只有一分的差距喔 所以真的都還很難講 以LAMIGO來講 就這一局 一開始就打者上了 就像接下來接輪的一個棒次 是 比賽 是